這幾天可以先抽前部署 先練習看看如何跳到我們的新主屏 如何用你的電視機也可以轉換 用電視盒的方式重新看到中天新聞 當然在今天提醒大家搜尋大新聞大爆掛 連結點下去先按個讚 打開聊天室一起來繼續聊天 先歡迎我們今天非常優質的節目來賓 我們的楊明哥 大家午安 我們的貴名委員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委員 大家好 以及我們的齊宣哥 大家好 好 今天的第一題破題呢 可能跟您想像中不太一樣 不過這幾天其實還是陸陸續續 在很多地方都感覺到 有這個餘震的發生 不過這個餘震的部分 可能要等到整體的地震結束之後 您才能夠判斷 哪一個是主震 哪一個是餘震 不過提醒大家 這幾天確實都還是很有感的 在那一天是凌晨1點41分的時候 其實如果以北部的觀眾朋友 我們是先聽到國家級警報 先想起來 隨後才感覺到地震 這時候你就可以判斷 可能距離我們有一點距離 才可以先等到警報先到 才開始發生地震 我們剛剛那時候 應該印象很深刻吧 不過呢 其實在今年 目前才三個月 已經超過了三次 規模6以上的地震 很有感耶 對 那天我記得就是 我還沒睡 那天剛好沒有睡 因為隔天那個早上 我要理論上是要主持廣播的 所以理論上我應該要早點休息 你都大清早啊 對對對 所以理論上我應該早點睡 可是那天真的就睡不著 然後就突然 我想說奇怪怎麼開始搖了 可是這個搖是 就是那種這樣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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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 然後呢 怎麼一直搖一直搖 它不會停 然後想說奇怪 這個搖了已經有一分鐘了 然後突然又晃了起來 又變一個好像又有點強 可是喔 其實這次我發現一個 一個是說它的這個震度 其實沒有大家想像中 雖然的話它搖晃的 驚嚇的程度蠻高的 就是說因為它是這個手機 我覺得這次國家警報確實是有 有發揮那個效果 它大概10秒前就開始叫了 所以大家就會想說 欸怎麼了 然後就在等 然後就開始晃 好 可是它有一點點反應的效果 好 可是呢 這個 這一次的晃要 我覺得那算老天要保佑的啦 就是說 這一次它沒有 大家其實如果大家有印象 對921 或是說比較強烈的地震 有印象的朋友 那個上下搖跟左右晃 這完全是不一樣的感受 那我講一個 其實這個可能很多朋友 不知道 就是那時候是地震 震央是在嘉義 那是在921過後 那一年的1022 因為那時候我在嘉義讀書 然後呢 我嘉義讀大學的時候 那個是規模才6.0 比這一次還弱 那規模6.0 你知道因為那是上課時間 我們上課的時候 而且我還是在地下室 我不是在那個高樓層的那個教室 一地震 是這樣 轟 為什麼 因為我們 我們學校離那個正央10公里 非常近 那它那個深度那時候會很淺嗎 它就是一個比較淺層的地震 所以那一次的地震 那個在正央附近的 有一所那個 民雄農工 它是整個那個二樓的教室都垮掉 陷下去 我記得那時候包括什麼 宋楚瑜還在當省長的時候 那時候連戰啊什麼什麼 宋楚瑜不在當 沒有當省長 他是因為他要選總統 所以那時候一堆 這些大官全部直升機就飛過來 然後開始勘災啊什麼的 那我那次印象最深刻是什麼 是因為一晃的時候 我們所有人都嚇 全班的同學 開始尖叫的尖叫開始逃跑 然後呢我是邊跑 看著那個旁邊那個教室旁邊那個大樓的牆 就一個裂縫 就在我面前這樣跑出來 然後呢我們學校旁邊 那個有一條路喔 真的裂開 真的路就裂開了 那個柏游路就裂開 所以離正央近的地方 確實那種恐慌是很可怕 而且搞不好你會聽到地鳴的聲音 對然後而且 因為大家就那個時間 一發聲的時間 第一時間你就已經到戶外 大家就是不敢再進到室內嘛 然後呢我們就看著 大概沒過多久 又有一個5點多的這個余震喔 然後你就看到那個大樓那邊轟轟轟轟轟轟 整個你就大樓會搖 然後那個安全門會這樣砰砰砰 然後你就覺得哇天啊 我們到底經歷了什麼 那是我年輕的時候 那20 2023年前的事情喔 所以 經過了這樣的經驗喔 我覺得像這一次的地震 相對我會覺得是溫柔的 就是 雖然是半夜 其實最主要大家1點40幾分喔 就會直覺就會想到那個 921地震凌晨 那921那一次我也還沒睡 因為那時候大學生 大學生剛開學 對所以一群同學在那邊打電動啊 什麼的 對結果呢 那時候開始晃的時候 所有人也是嚇一跳 對當然我們家 我們那時候在嘉義嘛 所以嘉義離正央還有一段距離 可是呢那時候 我記得大家 我相信很多朋友的那個印象 都是一樣的 那是燈 燈先開始一鳴一按一鳴一按 然後才開始做 開始晃 然後就停電了 對然後後來就開始停電 然後他就開始跑啊 逃啊 後來到我記得那一次真的是 看到那個整個電視畫面 因為我們在嘉義其實還好 那但是你知道到了中部 就是南投啊 台中一帶 那真的非常誇張 那我補充一個資訊喔 就是說 像最近講這個地震的這個頻繁 要開始頻繁喔 其實我們上一次台灣 上一次有規模 8以上的地震喔 是這個 1920年 剛好現在大概是100年 對 101年 對對對 所以很多人就想說這個 百年的週期 所謂的大地震週期 很多人就很擔心 那像以這一次的這個 6.6的地震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2016年 2016年那個台南 有一個那個圍貫大樓倒塌的 也是發生在晚上 對它是發生在半夜3點多 那它的這個正央其實是在美濃啦 所以大家其實講美濃地震 那這個 美濃那個地震的這個規模 就跟這一次是一樣 是6.6 那但是呢 美濃地震畢竟是在內陸 它是在本島地區 那這一次 我覺得它也許就在這個沿海 而且它是比較深層喔 幾十公里 地震是在海底 幾十公里的這個地方 所以相對來講 這個傷害看起來 就除了那座橋 那個倒塌玉里的一座橋倒塌以外 其他沒有造成太大的這個 這個算是不信眾的大信喔 那但是呢 很多人就開始講說 很擔心說 接下來會不會有什麼大地震 老實說我覺得 擔心這個其實就 因為我們台灣本來就是在地震帶 你真的 你真的多擔心的也沒有用 那不如平時 我覺得大家可以做好一個準備 就是說 在比如說自己的住家 或哪裡 放一個就是類似可以 隨時拿了包包 就逃生的這樣的一個 地震包或放災包 對對對 最快的時間把一些緊急需要用途的 這些東西放著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只要一流地震 你能夠撐過 重點是第一時間 你不要緊張 那可能先找一個比較 房間裡面或是 如果你在室內房間裡面 比較堅固的地方先待著 那等到震 差不多的時候 趕快拿簡單的收拾一下 趕快先到一個戶外去避難 確認周邊的狀況 沒有事情的時候再說 對 那如果你老實說 像圍灌地震說 我到那個台南去採訪 我採訪到一個那個 也是受災戶 他說他那天剛好是生日 他剛好是過生日 然後呢 他的老公是在外面 跑那個遊覽車的 對 所以他不在 老公不在 那是過年 那是農曆年前 然後他那個時候 那個老公的生意正好 所以他老公不在 然後呢 他就一個人住在家裡 然後呢 半夜 他突然就是一陣天搖地洞之後 然後逃不出去 因為那個就倒塌嘛 所以他不知道怎麼逃 然後可是因為他那個 房間還有 他不算高樓層 他是比較低樓層 所以他有那個空間 可以讓自己可以爬 然後呢 反正就是拿著那個 還好他撿到手電筒 然後不斷拿手電筒那邊晃 所以他被救出來了 對 所以他就說 他不但是他的生日 也是他重生的日子 哇 那就會 你去採訪到這樣的一個人 你就會覺得 特別的這個 他會觸動到你內心的那一塊 就是說你人生可能 碰到這樣的事情 真的是非常的 那是一個很驚恐的經驗 但是他把它轉成 比較正面的能量來看待 所以其實我覺得民眾 一般民眾真的碰到地震 地震不是我們能夠控制的 但是我們能夠控制就是 我們做好更多一點的準備 那當然像國家級警報 其實像 如果大家還有像前兩次 今年的前兩次 那個 警報幾乎沒有發揮什麼作用 對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有發揮 那至少表示 政府是有在 改善也好 或檢討也好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措施 嗯 這次要感謝我們的這個 李慧寅的網友去點題說 很想來聽聽看地震題 也許在過去一週當中 大家關心的議題有很多 像18歲公命權也會被報導 這個俄烏之間的最新進度 但是地震也許沒有好好的被探討 那我們等一下會有個非常完整的 包含怎麼樣教您要如何防災 那先感謝這個成晃點的抖內 說這個配軒抖音抖一下非常感謝您 那也剛剛講到說其實 10公里以內的這叫極潛地震 那其實以下它還都是算是潛層地震 不過這個相對影響的程度 在你的體感上和上面的破壞程度 就會影響很大 那當然我們今天也請到了我們的專家 我們今天請到說我們的 台大的教授陳文山教授 您在線上 哈囉哈囉 大家好 陳教授剛剛其實大家在討論 關於這幾天之間 因為各地有不斷出現地震的 所以大家又喚醒了一些不好的回憶 那這一次是不是被說是海溝型地震 或者是有人說是影末帶地震 更有人開始探討 剛剛我們提到的地震週期 真的會說100年就是有一個地震週期嗎 雖然氣象局地震中心跟我們說 沒有這一回事 我想我們台灣位在這種地震帶上面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 簡單講它是兩個板塊 互相擠壓的一個環境 那這種擠壓的環境裡面 其實有兩個型態 一個是剛才主持人講的海溝型的地震 這個是影末的 那另外一個是兩個板塊 互相碰撞的地震 所以這兩個都是屬於擠壓型 但是形態上有點不太一樣 那這次地震來講 應該是屬於碰撞型的 它是在整個我們花東這個區域 如果是屬於那影末型的 應該是指的是 在花蓮北邊的外海那種地震 那那種地震就會更大 那我們先講 我們這次的碰撞型的地震 這種碰撞型的地震 我們用過去100年來 在東部這邊發生的這種碰撞型地震來講 規模最大的是1951年的時候 民國40年的時候 大概規模7.1 也是造成相當的災害 至於今天這個規模到6.6 或是說在2003年的時候 成功地震是6.8 所以這個大概都是 超過6.5以上的這種地震 這種都屬於中大型的地震 當然它會造成相當程度的一個災害 那當然這是還好 因為它這個地震還是在海域那邊 離開陸地 或是離開我們北部 這種人口密集的地方 還是有點相當距離 那規模也只有6.6 所以基本上 台灣的這些建築物結構 基本上還是可以的 所以這當然很慶幸的地方 但是也不排除未來 在這種碰撞型的地方 會有規模像民國40年那種到7.1的地震 還是會有可能的 另外一個剛才主持人講的 就是這種隱墨型的地震 這主要就是在花蓮北邊海域裡面 那是一個板塊互相隱墨的地方 就是說菲律賓海板塊 往北它插到我們歐亞板塊下面去 那這種的 形態的這種區域的地震 它規模會超過8 那過去的經驗就是在1972年的時候 有一個大概規模6.8的地震 就在這個區域裡面 那這個區域 就是我們比較擔心的這種 因為它是會到這種大型的 很大的地震就是 那當然 台灣因為我們在北部海域裡面 在要做海 深海裡面的這種地震的勘渣 當然也要一些技術或是經費就是 所以台灣 我們對於這個區塊裡面的研究 還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日本在我們隔壁 就東邊那邊 宮古島這邊 他在大概10年前已經做了很詳細的調查 所以他認為台灣這個區域裡面 也是一樣會產生規模到7.8到8的這種地震 所以這一點當然我們要特別注意 就是所以這種隱墨型地震 全世界都一樣都是會 都很擔心 那因為這種隱墨型的海溝型的這種地震 過去我們100年來 全世界最大的地震 排名前10米裡面 大概有9個就是屬於這種地震 所以這當然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 之前教授我們常聽到什麼正常能量釋放 或者是說一年當中也許在過去有幾年 他是說好像比較不符合一年必須要釋放的 一個這個數量 那真的有這樣的說法嗎 可能一年一定要 不管是小規模地震的以及要多少 或者說在各有一些特別的地區很久沒發生 他必須要適時的能量釋放 才是比較安全的嗎 我想主持人的法語是有道理的 我們不能用每一年去計算他就是 因為 板塊擠壓當然還有很大能量累積在地口裡面 但是他就我們常說他會有週期 但是這種週期不是有每年在算的 那我們簡單講每一條斷層 他都有他的可能的週期 我們舉例這次的地震 這是地震規模6.6 但是呢 在這個區域裡面 這條斷層我們叫直上斷層 他在上一次的大地震什麼時候呢 他是在1972年50年前 他的規模是6.9 那其實這條斷層我們過去的研究 也了解說這條斷層好像規模6.8 6點多的這種地震的週期 大概是50年 所以這次的地震 蠻吻合這個週期的那個 所以你看每個斷層他都有週期 他可能有50年啊 或是幾百年的這種週期 甚至日本他們絕大部分的 斷層的週期都是千年在計算的 所以我想我們用每一年的地震的次數 他所釋放的能量來做一些統計 然後去說我們這邊來 最近是不是已經進入一個地震的 頻繁期或怎麼樣 我想這個在科學上來講 是比較不精準的說法就是了 不過我們還是要知道說 這些大的地震來講 對於結構物它的損害 尤其這種規模到 6.8 6.5以上的話 多少是會受到一些損害 就是尤其往台北地區 因為台北是一個盆地 那我們知道地震有個盆地效應 所以為什麼我們住在台北市的人 然後雙北市的人 每次地震來的時候 都感覺搖晃特別厲害 時間特別長 那其實它就是盆地效應就是 非常感謝教授今天在線上 跟我們來進行對談 告訴我們更多資訊 感謝教授 謝謝 謝謝 掰掰 好 掰掰 謝謝 謝謝 今天開水神生成機呢 它只有一個飲水機的大嫂 希望水神生成機呢 讓防疫日常變得更方便更安心 水神生成機在哪裡買呢 來 中天的觀眾朋友粉絲朋友們 你們可以獨家享有這個好康 請你上快點購 數量有限 你要買要快點